疫情肆虐全球 唯独台湾防疫成功 回顾2020国内三世纪 在科技半导体产业带动下 众研院预估台湾GDP成长率 高达2.71% 二三十个最主要的这个国家 台湾的经济成长 2020年应该是全球第一 明年一定会超乎我们原来 很多人的这个预测的数字 所以我们会预测到4.24% 然后也不排除 可以超过5个% 国内景气这几个月连亮三绿灯 学者看好台湾未来 但还是警告仍然存在风险 尤其是中美贸易战 在拜登上任后还是会持续 中长期来看势必影响台湾经济 中美的对立不会改变 不管在贸易科技和军事的这个板块 这个中美的对抗会持续影响全球 清台币汇率持续走强 12月中攻破28.2价位 创23年来半盘中新高价 而同时股价房价也飙升 不利于传统产业 让台湾更存在不少位置因素 远距的这个商机 那这些东西呢 也是会偏向比较高科技 就是说比较高端的这些企业 他们才使用得到 比较低沉技术的一些劳工 那因为他们的这个产业发展不好 所以势必会影响到他们的工作机会 他们的发展 科技产业走强 但传统产业却产息息 呈现两样情 不过经过中研院展望2020景气 抱持乐观 预估有三成四几率 GDP成长率会达到五成 证明台湾明年经济旺盛 人间卫视蔡一辉 黄胜泉 台北参访报道